先王道立,还是就王富比卡塔尔本届杯赛,已经取得了历史新的突破,此前亚洲杯最多也就是八强的成绩,而本届比赛,则是沙丁决赛。 他们的表现毋庸置疑,打进决赛的道路上,也颇为让人信服,倘若可以夺挂,这将会是亚洲杯的又一个新的冠军。 日本是亚洲杯历史上获得冠军最多的球队,前后总共四次夺挂,上届杯赛在澳大利亚,折起淘汰赛。 本届比赛虽然一路苛刻办法,但是却尊重沙丁决赛,尤其是三比云战胜伊朗,让人们对于他们充满期待,作为上一个王者之时,他们能否完成复辟呢? 金约足球还是清血足球卡塔尔,一直以来,都是以规划军团而闻名的。 11年本土亚洲杯,更是达到了顶峰。 以赛巴斯蒂安门首的南美大军,当时正是被日本淘汰出八强的。 本届杯赛,卡塔尔的核心依然是规划球员,打进八球的阿尔摩埃兹阿里,就是苏丹后裔。 不过与以往不同,目前卡塔尔的规划球员,都是以阿拉伯世界的球员为主,归属感明显要更强,也许这也是他们实现亚洲杯突破的重要原因吧。 与卡塔尔不同,人口技术更为庞大的日本不需要靠规划球员来提高自己的足球水平,打进了最为完善的清晰的体系,并且越教育体系相结合,让日本的足球人口储备丰富。 日前,刚刚结束的全日本高中联赛决赛当中,就创下了超过五万人观看的。 记录,足球在日本的关注度仅仅次于棒球,这种良好的氛围,让日本足球一直处于亚洲之巅。 表现最好的球队还是实力最强的球队卡塔尔,无一等级杯萨表现最好的球队,如果卡塔尔可以最终夺冠,他们甚至可以说是亚洲杯历史上表现最好的球队。 截止到目前为止,他们取得全胜不说,还是尽一球未丢,目前为止他们的表现,可以说是无懈可击。 日本虽然不是亚洲排名最高的球队,但是,说他们是最强的球队,应该没有什么争议。 世界背上,他们是唯一一个从小组中杀出重围的,本届杯赛,他们又把亚洲排名最高的伊朗3比0淘汰,相信说,他们是亚洲最强,应该没人会质疑。 公式足球还是公立足球卡塔尔,不仅仅是表现最好的球队,他们也是本届杯赛进球最多的球队。 领先后不保守,乘胜追击,是他们的特色,年轻的他们,在场上总是显得不知疲倦,并且永不满足。 日本则有点保守,领先之后,更多的是控制比赛,并不急着去进攻,乘胜追击,甚至有些时候踢得比较缠慢甚至是丑陋,他们有能力踢出更为美丽的足球。 但是,现在的日本似乎更加务实,务实得甚至有点功力。 球星之胜还是整体维王都说,足球是11个人的运动,但是,谁也不能忽视球星的作用,不然也不会有2016年福桃牙队的夺冠。 本届亚洲杯,让人们记住了。 阿尔默埃斯阿里,他已经追凭了阿里带一的记录,超级球星带领着法塔尔前行。 与卡塔尔截然相反,在这支日本队中,也很难找到谁才是真正的进攻核心。 进球最多的大破友,也仅仅是阿里进球数的一半,这还要归功于半决萨那个以外的进球和那个点球,日本是典型的整体型球队。 日本对战卡塔尔决萨一交上演,结果。